一只外星怪物推开大门,带领大批丧尸军队现身,他们像潮水般涌入人类基地。 女战士一个过肩衰甩开丧尸,转身将对方的同伙踹开,无奈丧尸的数量实在太多,她很快就被尸群扑倒分尸。 自从数年前外星人入侵后,地球已经变成人间猎狱,只有少数难民成功逃往月球,并建立起一个秘密基地。 如今为了拯救地球绝望的幸存者们,该基地选出了三个英雄对抗地球侵略者,他们分别是大黑、老白、小美。 这三人虽然看起来不着调,但确实经过了系统的层层筛选,基地给他们准备了装甲,这是一种仿生增强型身体保护系统,可以保护使用者免受子弹、小型激光器,以及生物化学制品的伤害。 除此之外,头盔内还设有通讯系统,基地的负责人警告三人,占领地球的外星人是一种名为哨兵的战士。 可惜基地对他们的了解不深,交代好一切后,三人正式上路,他们搭乘特制的飞行器离开月球,眼看距离曾经的家园越来越近。 老白突然往操作台里塞了个什么东西,原来基地负责人的计划并不只是让他们回到地球那么简单,而是要通过重力扭曲时间,从而达到时间旅行的效果。 简而言之,他们必须回到过去,阻止外星人入侵的计划。 不过人体内的亚原子粒子需要找到空间才不会被压扁,所以老白特地准备了装子弹跳技。 他说完就照自己脖子来了一针,小美和大黑也纷纷效仿,随着飞船逐渐靠近地球,一股巨大的压力袭来,飞船的头部跟侧翼像烧红的铁块一样发出红光,舱内也能明显感觉到空间的扭曲和变形。 眼看飞船就要冲入大气层,半个船身都烧成红色,刺目的光线不断闪烁,飞船一路火花带闪电地闯入地球。 三人仿佛进入了什么虫洞,眼前出现一道蓝色的隧道,紧接着两眼一黑失去了意识,而月球的基地内与飞船彻底失去了联系。 根据最后的数据来看,飞船已经偏离原来的既定目标,距离要塞足有20公里。 总统很快得知地球拯救计划失败,负责人担心他会过来关闭实验室,就吩咐助手复制硬盘上所有资料,然后摧毁原本的数据。 果然还没过多长时间,总统就派人过来搜查实验室,负责人和助手及时换好战架。 两名特种兵瞬间突破门禁,负责人见证反手打了玻璃,基地内的压力瞬间失衡,特种兵闪身躲进安全门后,而负责人跟助手趁机离开。 两人确信三位时间旅行者还活着,于是来到鱼龙混杂的酒吧,找了几个靠谱的黑客。 他们打算去第三区的远端找一架废弃的发射机,重新与时间旅行者取得联系。 另一边的老白率先清醒,两名队友并不在他身边。 老白启动扫描机检查四周,发现此处好像是间废弃仓库。 他尝试通过头盔通讯联系队友,可惜没有收到任何答复。 老白推测自己在要塞的西南役,他推开一旁的小门寻找要塞中心。 与此同时,大黑在一片荒地上醒来,头顶的电风暴正在轰鸣。 他扛着枪走进附近的建筑,大黑发现地面有道铁栅栏,于是用激光将其切开。 紧接着,他跳到里面查探,并用激光沿路做好记号。 同一时间,小美也恢复清醒,他解开头盔,呼吸空气。 不过地球的大气污染过于严重,并没有小美想象中的美妙。 他跟两个队友不同,竟然调到了城市边缘。 小美顺着大路一直前进,很快看到了人类曾生活过的痕迹,以及早已变成枯骨的尸体。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前方车辆,发现里面有个人形怪物,看起来像感染了病毒的丧尸。 小美用枪口碰了碰他的胸膛,谁知下一秒,丧尸突然抱起,还死死抓住小美的枪口不放。 紧接着,他的同伙从暗处传出来,不断朝这边靠近。 小美摸出手枪,连发束弹,结果全被丧尸躲了过去,也不知道是他枪法太烂,还是丧尸太灵活。 小美只好先打爆车内丧尸的脑袋,谁知身侧的丧尸趁机扑过来,将小美压到了地上。 这丧尸的力气极大,小美挣脱不开,他干脆启动护腕上的机关,成功打烂丧尸的脑袋。 小美继续向前搜索,他在一间破旧车行里找到了心仪的代步工具。 小美拉开摩托的座椅,骑着他朝要塞击尺,一路上电风暴不断劈向地面,稍有不慎就会被炸成爆米花。 画面一转,再次回到老白这边,他还在狭长的混凝土涌道中前进,好不容易才发现第二道门,结果里面啥也没有,而且门后的通道变得更加狭窄。 幸运的是,老白终于跟大黑取得联系,而且两人正在不断向彼此靠近。 就在这时,老白检测到生命体出现,他缓缓靠近前方的人影,谁知眼前的老夫突然张大嘴巴尖叫,老白的护腕发出警报,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。 下一秒一大波丧尸用来,老白赶紧掉头往回跑,他一口气跑到门外焊住门锁,同一时间被称为哨兵的战士苏醒,老白再次回到废弃工厂。 就在这时,不远处有道黑影闪过,他关掉手电筒小心地检查,却没有发现任何异样。 老白松了口气,刚要转身,结果跟哨兵撞了个正着,他急忙矮身避开攻击,只见哨兵的手臂放出激光,直接将眼前的管道隔开。 这一通操作实在是有些迷惑,老白明明在地上趴着,哨兵却一个劲地冲着管道攻击。 真是努力努力,白努力,老白此刻就躲在几根破管子后面,哨兵愣是没有发现他,还直接目不斜视地离开了工厂。 哨兵前脚刚走,后脚就来了个女战士,他示意老白跟着自己走,两人来到了一个人类基地。 老白没想到地球上还有活人,指挥官接过老白的手枪,他从未见过这种武器,也不信月球上还有基地。 老白表示,这种装备可以用来对付哨兵,他想加入指挥官一起战斗,后者当然不会拒绝,在末世,人力就是最宝贵的资源。 老白跟着指挥官出去搜索哨兵,找了几个带有数字编号的玻璃柜,里面关押着大批人类,玻璃外层还富有肉色藤蔓。 女战士说,这是些具有感染性的斗甲,一旦被该病毒感染,就会像丧尸一样失去自我意识,任凭哨兵调遣。 所以,哨兵为了扩大军队,会四处抓捕人类,关起来。 哨兵往常总是时刻守着俘虏,没想到这次竟然不在,只不过还没等大家展开营救。 有关俘虏的笼子突然下沉,而藏在地底的哨兵回到了自己休眠的地方。 他催动地底的感染性斗甲,无数病毒涌进了笼子里,他们钻进人的口鼻迅速扩散,这一批俘虏瞬间沦为哨兵的傀儡。 与此同时,小米来到要塞附近,照理说,要塞就这么大点地方,三个人为什么迟迟没有碰见呢?原因很快就浮出水面。 此时的基地负责人在黑客的帮助下,重新获取了时间旅行者的细期。 他惊讶地发现,这仨人居然掉进了不同的时间线。老白位于2140年,大黑在2160年,小美在现在的时间线。 难怪老白会遇见那帮人类组织,因为她在最早的时间线。 此刻老白正准备炸开笼子救人,不料感染后的丧尸破门而入,指挥官赶紧带领手下一起扫射。 丧尸彻底沦为了火把子,一股脑地涌上来送死。 他们显然没有小美遇到的丧尸聪明,这帮新感染者完全没有智力。 老白很快帮大家炸开笼子,救出了指挥官的家人们。 众人正打算撤退,不料哨兵突然现身,他推开铁门,令着丧尸大军杀到。 女战士和同伴负责电后,他们朝尸群一通扫射,无奈敌人实在太多了,总有几个漏网之鱼窜到眼前。 女战士一脚踹开前缝的丧尸,可下一秒就被另一只扑倒,只见越来越多的丧尸涌过来,活活将它撕成碎片。 另一边大黑跟小美都来到了三角洲区,而且还重新连上了通讯。 但因为两人的时间线不同,三角洲的环境已有所区别。 两人在周围兜了一圈,都没有找到对方的影子,这才猜到是时间跳跃出了问题。 大黑在十九区的杆字上留下记号,小美那边的铁杆果然也出现了一样的图案。 而且地上被杂草覆盖的枪支,就是2140年女战士遇害后留下的。 三人处于同一位置,却不在同一时间内。 另一边老白等人正在跟哨兵激战,一般的子弹伤害不到外星人。 这场大战几乎是单方面的屠杀,哨兵一挥手就能把人的脑袋割掉,更别说他还会发射激光。 指挥官怒骂一声扛着枪冲过去,他一边躲避激光,一边朝哨兵逼近。 老白猜测哨兵能跟丧尸共享事业,于是通过丧尸引开他的视线,为指挥官争取逃跑的时间。 哨兵闻声果然朝老白走去,同一时间内大黑跟小美也站在相同的位置。 三位时间旅行者遇上了不同时间线的哨兵,他们一起举起武器,分别朝眼前的哨兵开火。 可是想打倒大boss没有那么简单,三人都被哨兵的激光射中,老白更是被对方的利爪洞穿。 他索性引爆炸弹,毁掉哨兵发射激光的手臂。 另外两个时间的小美跟大黑立刻发现,哨兵的激光器不见了,他们趁机发动第二轮攻击。 可大黑都把哨兵的脑袋打花了,也没有干掉对方,还反被哨兵坐晕过去。 眼看另一条时间线的小美也要惨遭毒手,老了几十岁的大黑突然现身,并从哨兵手中救下了小美。 两人火速逃离要塞,原来大黑在哨兵手下逃脱后,一直在地球等待,直到来到小美所在的时间。 而此刻,不明情况的负责人看到时间旅行者接连下线,不免陷入了深深的绝望。 然而更可怕的灾难即将到来。 哨兵根据时间旅行者的头盔信息,一路杀到了月球。 眼看基地的人就要被屠杀殆尽,一个老头扛着自制武器现身。 好家伙,大boss,这就下线了。 总统那边得到哨兵死亡的消息,马上美滋滋地召开新闻发布会。 殊不知,地上的哨兵正在慢慢睁开眼睛。 而另一边留在地球的大黑和小美下定决心,一定要回到过去拯救老白。 影片到此结束,难以想象,这也能叫做科幻片。 粗糙的布景,名不见精传的演员,以及堪比奥特曼怪兽的特效装造,无一不显示出这是一部低成本的小制作。 虽然小制作很难出家片,但这一部实在是有些不够格,逻辑混乱,故事也立不住脚。 比起科幻片,还不如努努力拍成怪物Cut片。